资深女星杨兽慧如今即将步入60岁 但是外貌依旧保养得很好 她经常透过社群平台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时不时也会开直播与粉丝们聊天互动 清明又豪爽的风格让她受到不少网友的喜爱 不料今日却出现不良商人 套用她的照片披上染发产品的照片作为宣传 杨兽慧听闻此事后发文公开了 商家造假的商品宣传照 强调图中的商品并不是她本人所代言的 而是被别人盗用的照片 她更愤怒直言 对方连邀请艺人代言的钱都拿不出来 还要用这种下散烂的手法 冒着风险盗用照片和批图 杨兽慧呼吁粉丝们抵制这些不良商人的恶劣做法 引来不少网友留言批评 这些商家真的很没道德 幸好杨兽慧发文澄清了 不然肯定会有很多粉丝受骗上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